得到是不处这个 就是在找以前的男朋友 甚至在用以前的男朋友 他好像没有什么太多障碍 什么叫再用一下 怎么用 怎么用 什么话 我有时候就会被用一下 从心灵到身体 用一下 但是用 我一说用我就想不起下边说什么了 我说这个 但是好像男的为什么这么做的嫌少 是因为什么呢 某种就男的好像就 我反倒觉得就不再想发展联系 不一定 我觉得真的是看人的 而且看什么样的状况分手 比如说你因为出轨 因为欺骗 你犯了错 你跟前任分手 那么这时候你当然 就像你刚才讲 有负罪感 就负罪感还有另一种情况 就这种负罪 有这种负罪感的话 你当然你连找人的意思都不好 对不对 但当然要解决这个负罪感 最佳的方法就是 也许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做一个很真诚的一个道歉 对 我老说啊 这个东西跟人有关系 我总认为咱们这个许导师啊 她是站起来的一代女人 她就是 就是她啊 就是从精神上 人格上 包括这个 这个就不管是经济上 任何一个方面 她独立 现在在一个独立的人格啊 她可以有很敞亮的关系 其实就包括像你说的这种啊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这种关系 而且我觉得是面对人性当中的不好的地方 因为人性当中有嫉妒 对吧 有战有欲 有这些东西 就是一方面还是尽量不这样 就克服 因为教育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克服贪婪 你觉得 嫉妒那些东西 事实上当你在跟以前的男朋友在联络的时候 你是不是实际上也要克服你心里的这些东西 你需要 因为我觉得 你就没有 就想清楚了这个才会分手嘛 然后另外我觉得还要说的一个就是说 那个出轨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并不觉得说比如说谁因为就是出轨 我跟他分手 他出轨我跟他分手 我就认为他是个坏人 我觉得这个人 人有时候在脆弱的时候 没有面 就是没能用教育 就是控制了自己的人性本身这种东西 这个真的是多大的错误吗 是不可原谅的 或者是什么 我真的不觉得 你说的太好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你比如说说有些人就说 有些人就说 有些人就说 那我就从来不出轨 我就那我就想说 如果是女的 布拉德皮特今天说 非得跟你出一轨 你出不出这轨吧 就是你有时候 我不是说所有都这样 只是说有的时候 你是因为你没碰到那个 今天我就非得跟你 你比如说你别说谁 就是你特爱谁吧 比如说你特喜欢谁吧 这人就非要跟你好 你出不出一次轨呢 就当然我这样说 可能道德上有一点那什么 但是事实上 今天是要批判 对 但是 但有我的意思就是说 是我们人性当中有这个问题 我们要面对 并不是说做了这个事情就不好 有的时候教育是为了控制这些东西 把这些都暴力贪婪都弄掉 但是你真的做也并不是就是一件 这人就该死不可原谅 王八蛋 永远不原谅 他不等于那么级别的一种道德败坏 还是要宽容 因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些问题 我今天也会嫉妒 对吧 我有时候也会想 动起一个念头 说我臭他 但是我不会去那么做 是因为 我的教育和我告诉自己 我不要这样 但你说我们 就一定人干净到 就是说一点坏念头都不产生 也不是坏念头 或者是狭隘的那种 不会产生 那就不是人了 对 那就不是人了 只是说什么是好的 更好的 有教养的人 他是用 就是教育 他把自己这些东西控制住了而已 所以我不觉得 就是说在一个关系里面 被所谓的背叛 什么什么外遇 这些东西 是个问题 但不是说这个人品就坏了 对 怎么样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社会 它有一个向上的 比如说你能够控制自己 这也是值得赞赏的 对吧 或者说我们也不主张你放纵自己 但是对于人本身 他的某些事实 你是不能不面对的 你比方说那天我看一个电影 叫阿戴尔 阿戴尔 就讲女的这个同性恋 好像寻找自己喜欢男的 还是喜欢女的 我就觉得你看 他那个电影到最后 也有一种两个人分手了 分手了 但是这个有一方就又约另一方见面 另一方其实又已经有了自己的新的生活 但是这个女的 其实他就是一种 他想跟这个人做爱 你知道吗 他就这个摆脱不了他 他说我就是想要跟你有这个 而且我相信你也想 但是这个人说我现在有新的生活 我控制我自己 我觉得我们俩最好不要再见面了 到最后那个人就跟他 跟他说 跟这个阿戴尔说 说我觉得我们不要再见面 因为我们俩一见面 就免不了弄这事 因为我们俩确实在这个性方面 那就暂时不要见面 我觉得也没问题 我说的意思也不是说分手之后 马上咱俩就迅速成为朋友 可以隔一段时间 把一些事情过去之后再成为朋友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吧 他能活得挺敞亮 是吧 这个就是 也不是敞亮 我觉得这东西不是绝对的了 我觉得只是一个概念上的 比如分手之后还是朋友 但并不是说立刻就让大家马上成为朋友 对 对这当然是我们共同追求的一个理想 对吧 没几个真相不过 这个刚才讲这个事还牵涉到另一个事情 就是所谓这种敞亮的人际关系 后面还牵涉一点 就是你对人的阴暗或者是局限 能有多大的接受能力 也牵涉这个问题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 特别是在某种环境下长大的人 他们会尤其不能接受